我这个位置现在还没找到 现在已经超过五分钟了 因为什么情况呢 因为今天周末 所以人很多 那这个有遮阴的停车位呢 就没那么多了 而且在外面等停车人也非常多 那这个跟投资一样 就如果你投资 比如说OK 你喜欢一个地方 然后呢 你觉得很好 回报率也好 然后房子也便宜 然后增长也很快 但是呢 大家都在这个地方找 那你就找不到了 因为大家都在抢 那这种情况 你怎么可以找到 回报率高增长有多的物业呢 那就必须换一个地方 是吧 你可以换一个远一点地方 然后呢 可能某些标准的可以放松一下 就是你要打一个插边球 你要打一个差异化 如果你比如说大家都在加州买 那加州房子就很贵 然后回报率基本上是零 那如果你要回报率高的房子 你必须到一个远一点地方 或者二三线城市 或者是只要人口够 但是呢 不在市中心 然后又发展前景 小红书 没事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